欢迎来到新乡雅剧 我是亚兰 在上期当中 我们讲到中式的古典园林 那么从这期开始 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人和人 人和自己相处的秩序 那么说到人 这个话就比较长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坐下来 和大家慢慢的聊 其实说到人的时候 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个报道 他说中国官媒报道 在中国有1亿人 患有精神类的疾病 你比如说像抑郁 焦虑等等 那么1亿人 也就是说每15个人当中 就会有一个人 可能患有精神类的疾病 或许他就在我们的 自己的亲戚朋友当中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那么大家听了 是不是觉得很震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精神上会有困扰呢 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我们看古人 他写的诗或者画的画 都能够感受到那种 宁静与平和 不管他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顺境也好 困境也好 他都能够找到方法 让自己的心灵得到解脱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 越来越丰富 但是却有越来越多的人 感到迷茫呢 就好像丢失了自己 谈到这里 我也想到孟子 他曾经说的一段话 他说人如果养的鸡 养的狗丢了的话 都知道去找 但是如果自己的心丢了的话 却不知道把他找回来 那做学问没有什么别的 就是把丢失的心找回来 让心安放而已 那么怎么样把丢失的心找回来呢 我们现在太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了 因为外界有太多的事物 吸引着我们 你比如说像电脑啊 手机啊 网络啊 处处在牵动着我们的心 人很难静下来 我们发现啊 现在社会当中 那些很多有智慧的人 或者很成功的人啊 他们的生活其实很简单 像乔布斯 他家里啊 没有几间家居 特别简单 面对现在越来越丰富的世界啊 却有越来越多的人 都在选择过一种极简的生活 也就是无论从物质和精神上 都做减法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断舍篱吧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尽可能的去剪掉那些 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像衣橱当中 很久没有穿过的衣服 在橱柜里边 很久都没有用过的东西等等 只留下有用的 自己经常用的 在社交上呢 比如退出一些 根本都没有什么交际的社群 多和自己的家人 和真正的知己增多互动 那么在精神上呢 减少一些对过去的追忆 也减少一些对未来的担忧 让自己能够真正的 专注活在当下 这样呢 更容易在非常多 繁杂混乱的秩序当中 给自己整理出一个简洁的空间 让心灵呢 得到一些疗愈 其实古人早有说过啊 他说 养生莫过于养心 养心莫过于寡欲 那就是说 其实呢 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 得到滋养的话呢 最好的方式 就是来滋养自己的这颗心 而如何滋养这颗心呢 最好的方式 莫过于减少 心灵对外界的期待 或者是欲望了 那现在想来呢 果然是非常有智慧啊 蔡根坛上也说过这样的话啊 他说 人生减一分 便超脱一分 比如说 能够减少些 到外面的游玩 那么呢 就会减少些纷扰 如果能够减少些言语 那么就能够减少些 不必要的事端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并从口入 或从口出 也许我们说的 不经意的一些话 就惹到了谁啊 那他还说 如果思虑减的话呢 你的精神呢 就会更加的充足饱满 想来也是啊 你看这个《红楼梦》里边 林黛玉 因为天天都是 反时花见泪 狠别鸟精心 所以呢 他就脾胃就非常不好 我们说思伤脾胃啊 可能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仅仅是需要 这个在物质上去减少 还有在精神上 也需要去减少 可能那些受精神疾病困扰的朋友 或许他们的生活也很简单 但是头脑里边 或许装了很多 那些不必要的 杂乱的一些情绪 比如说像担忧啊 失望啊 或者说是 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些悲观啊 就像杂物一样啊 需要你把它清理出去 自己就能够得到 更简单的快乐 在这么纷繁的社会当中 那人怎么样能够找寻到自我 让自己的身心得以滋养 我们下次和您接着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